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目前苦茶油种植总面积约250公顷 其中最大产地是在佐西乡 面积达到129公顷 但是多年来花莲没有苦茶油的加工厂 农民需要送到台东县长冰箱农会来加工 而历经长达五年的争取后 包括了花东基金、中央和地方自筹款 一共1800万元的经费依注下 在佐西乡、伦山部落 新建了苦茶油的加工厂 26号的上午举办了开工冻土典礼 预计明年的3月可以完工 而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到场参与 苦茶油加工厂的设施 包括有冷炸、热炸等炸油设施 未来将会扩充包括了文旦 小米、咖啡等多元加工的设施 冷藏设备等等 来提高农民的收益 轮山部落由村长带领的八部合音团 以及轮山国小合唱团 用优美的歌声为花莲第一间苦茶油加工厂 动土典礼揭开序幕 县长徐真伟也到场参加动土仪式 致辞的时候说 期待这间加工厂的新建来提高农民的收益 这是一个起步 也很快的我们希望赶快把其他的设备让它提升 第一个让我们的这个品质更加的更加的好 第二个让我们的农友更加的努力 来这个做我们的田间作业 让我们的采收能够更好 无论大果或小果都是好果 乡长吕碧贤说 有鉴于花莲至今没有合法的苦茶油加工厂 卓西强从2016年起提案争取新建 突破了许多困难以及限制 将派出所、学校用地、社区用地 花了许多时间来整合 变更为特定的墓地、事业用地 终于在今年拿到了建造 因为有派出所的地 也有这个学校的用地 所以它还有社区的用地 所以我们把它整合 就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变为特殊用地 花莲卸目前苦茶油种植面积是250公顷 其中最大展地在佐西乡 面积达129公顷 但是多年来花莲没有苦茶油加工厂 农民必须送到台东现场冰箱农会来加工 历经长达五年争取后 包括花东基金、中央以及地方自筹款 总共1800万元 在佐西乡轮山部落新建 花莲第一间的苦茶油加工厂 记者高双双 佐西乡采访报道 check out if that's when you wake at all 好 宇宙 振 振